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打下去了 而且他应该讲出他自己的概念就是要留在加拿大 我今天节目中讲了 他在2月28号前后开始 华为展开了一系列动作 而一系列动作呢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标题就是 对他自己 以孟晚舟个人为中心 以孟晚舟个人为中心 包括对加拿大的 比如说尤塞子的禁运 禁止了进口 那是找麻烦 对两个加拿大人的 所谓的正华为系统的这种 所谓的跟踪 说他们涉嫌是间谍 这间谍的概念就是冲着华为去的 这是非常一来一往的 就直接了当的 以拒绝的方式 强硬的方式 极其强硬的方式来对垒 那再有就是状告这个加拿大政府 是由孟晚舟个人提出来 然后今天在另外一个节目 也跟大家讲了 他同时要状告这个美国 要状告美国政府 状告的是美国的2019年的国家安全法 那个呢 就那是由纽约时报披露出来的 所以这是这是议题 这完全是议题的 完全是议题的 所以孟晚舟应该是整个抓住 孟晚舟自己是这个华为的七寸 而华为呢 却是中共习近平的 这个他整个在未来时间里面的七寸 我讲蛇的七寸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突出 几乎中国问题 现在就完全集中在他了 完全集中在华为身上 我刚才看了之后 不同的文章 各个媒体不同的文章都出来了 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其实跟我在几期节目中 都已经提醒到这问题了 就是中共掌握5G 那就是人类的灾难 我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标题提出来 因为今天从中午的时候一直拍 还有开庭审 一直就拍了四集 结果刚才在一个小时之前 这个应该是华为的 我不知道是华为的总部 应该是华为在美国的总公司 在德克萨斯州 他已经向德克萨斯地方法院 递交了 递交了这个申诉书 递交了状告书 正式状告了美国政府 正式状告美国政府 彭博社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内容 那他告了基本就那些了 所以文章写的蛮长的 文章本身写的蛮长的 那在告这个之前 文章写的本身蛮长 但这件事情已经被人们 被人们很多人接受 被人们很多人 这个 这个 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 我们在分析中也分析了 那今天呢 就是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之前呢 有朋友提到 我说 我说孟晚舟今天出庭很怪 他怎么又穿一个紫子 基本上现在东西出来了 又穿了个紫子 还戴帽子的衣服 其实不是紫戴帽子 是他一直戴着那个紫帽子 我说觉得挺怪的 我跟两个节目中都谈到了 结果今儿有朋友刚才留言 说 涛哥你也挺神的 说你拉了空了吧 赤城黄绿青蓝紫 七色里面的紫是第七个 你看你竟玩这七的八卦 说玩这七的八卦 你竟玩这七的八卦 你这事儿子 你这个事儿子 就没明白过来呢 给我 我觉得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有趣的概念的意思就是说 他确实是七 而孟晚舟确实对紫色 有着相当特别的一种东西 那有过不同的朋友都不同的解释了 但是如果他确实落在了赤城黄绿青蓝紫 我们在讲七的定数上是有这样的 那我个人的看法 他一定有着他自己的理由 他可不是按照赤城黄绿青蓝紫 他肯定没按七的定数上走 但是呢 那现在看起来呢 他反正那个朋友就这么说了 反正这个东西就这么定下来 我说的意思就是 他的层面 他的层面 再给你举个例子 就像伊甸园 那在这个 在神造人的时候呢 先造了亚当是个男的 他再造一个人的时候 他要造个女的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生命的环境中 是阴阳对应的 一切都是阴阳对应的 这是我理解 他为什么造出了个女的 而这男女之间的身体 本身在那个境界中 他们没有欲望的诱惑 也就是说 他们人的本来并没死 他没死的意思就是 在那个境界中的生命没死去 没死去 那他的死去是被诱惑了 所以当他掉下来的时候 从伊甸园上被打出来之后 他男女结合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生产了 男女结合 人的生命就延续了 但男女结合 人的生命的延续的本身 却是一种罪恶的过程 它是一种 你可以叫业力的过程 也可以叫罪恶的过程 所以我相信西方宗教里面 就讲说人是有罪的 人活着就有罪 那其实在东方的概念中 就是业力了 那我说的意思 这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但是呢 当人你站在男女的 人的这个肉身的角度 去看待男女 你如果去看待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的话 你就是错的 你就是错的 在那一层面 它是指正负对应的生命存在形式 这宇宙就是这样的 而在下一个层面 它却借助了这个身体 走向了更肮脏 所以你不能用更肮脏的东西去说上面 同样一个人 他又不是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那神为什么说你吃了那个果子 你就是死了呢 所以这种生命的理念 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觉得太缺失了 太缺失的原因就是 人们没有能力分开这不同的层面 其实不同的层面 就是每一个人的灵魂的位置 灵魂的境界 你的灵魂的境界的干净与否 就会表现在你层面上的 而它的层面的缺处 就是你的分辨能力 一个人他可以分辨能力极强 就是说 比如说就看楼似的 他说这个楼 他可以看到一楼二楼 三楼四楼 他看不混 他能看出每一个楼层的不同的 它的不同点 但更多的人会说 反正就是个楼 对吧 你还分在层上干嘛 他没能力去分辨这个层 他没能力分辨 它们中间的不同 他没能力分辨说 我从三楼上到四楼 从四楼上到五楼 我的这个视觉的角度不同的时候 我看到的整个景致是不同的 尽管我都在楼上 尽管对于地面上的人而言 我就在楼上 但实际是千差万别的 千差万别 所以这是我想提醒 就是同样的事情 它会有这种区别的 那在现在的繁杂的环境中 一切你会看到 表现出利益上 所以美国的华为总公司 状告这个美国政府 基本上我看的那个case 基本就是跟报道出来的概念差不多 所以我们跟大家看一下 那个东西 而它的方向应该是在 在我眼睛里是为了解救孟晚舟 而不是跟美国干 但它呢 要表现出的一个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是给习近平现在开两会贴金 这个我跟大家讲过 它在华为的整体行动 是营造习近平的雄心 有几个不同的层面 原因就是华为的行为 其实会给在国际社会中 再来巨大的伤害 就是它一系列的行为 会对它的伤害是巨大的 应该是巨大 因为它完全是不可能获胜的 但是它为什么这么做 这是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彭博社的 彭博社的一个文章 刚刚在一个它应该是9点02分登出来的 华为已经告了美国 是有关在它 它在它的立构的文件中 整个把它 把华为的仪器全都封杀了 这是指2019年的 这个国防什么国防法案 这张照片就是它今天的照片 所以它穿了个这么个衣服 挺奇怪的 说心里话挺奇怪 它是72年出生的 72年出生 那现在是47岁 穿这种衣服 我只能说挺奇怪的 这个帽它一直在戴 一直在戴 这个文章是彭博社的文章 就讲华为 它用了过去 所以华为已经告了美国政府 是有关把它的整个设备 在它的网络中 在一些相应的整个等等都被封杀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篇文章写的很长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就是 它到底告得成告不成 正好BBC登了一篇文章 在分析它到底告得成告不成 所以是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这个本身不是问题了 它这里已经讲了就是说 它在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院 在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院 已经完成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相应的法律程序 大概它所指控的就是说 你不能在国家安全法案当中 你是一个国家的安全法案 会指明一个公司 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 说它东西不能用 它大概陈述的概念 它的状告的理由就是说 你可以说不能用电信 中国的哪里哪里的电信设备 但意思就是说 但你不能指明道姓 这里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这个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它到底告得成告不成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就比较有益了 而不是说它告不告的问题 因为内容太多了 这个真是内容太多 起诉美国政府胜算几何 这个文章也蛮长的 但是我们这么看 大家知道这是整体的 彭博社报道内容是在 正好有个时差问题 是在孟晚舟的case 已经过堂之后 提出了相应的说法之后 它跟上去 所以在时间里都是在发生 在今天的一天里面 九号六号今天的一天里面 相当的紧凑 原来说是明天星期四 但没有 它把时间给凑齐了 所以还有非常大的 就是华为这么做 应该背后有一个 有一个人有个把握 它在整体的 全面整体的在策划 在整个 我们就是 就是我说 中国新闻完全就是华为 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动作 它为什么这么做 我个人认为是习近平的需要 你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那种非常强烈 非常打击 非常冲突 而国际社会不一定接受的 但是呢 在国内的环境中 却真的应该是习近平的需要 因为他什么 什么功绩都没有 却正在开两会 三月五号召开 三月六号这个第一天 对吧 这个是前后对应的 那我们 那这里头就是我们单个这么算咯 纽约时报说 他准备起诉家的 美国政府违反美国宪法 那他已经告了 在德克萨斯 起诉 也确实 这么做了 华为公司的公关 没有回应记者的评述 这都不用讲了 胜算有几 华盛顿大学 美国宪法教授 叫做特利 他是宪法学教授 在法律的角度来讲 跟大家分享 他的可能 起诉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 当时禁止联邦政府机构 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 冲的就是这条 对国家有威胁 有后门 什么这都不用说了 华为告的理由就是 没有经过审讯 针对某个特定行业 进行处罚 涉嫌剥夺了 叫做公权 叫剥夺公权 违反了美国宪法的行为 宪法规定 国会不能制定 剥夺公权的法案 则不得由立法制构 则不得由立法分支 以立法的形式 给一个公民 一部分公民定罪 或处于惩罚 我们刚才看那个了 那个就是这么写的 这是完全 他说的是完全对的 我们就说 他的理由就是 不能给一个公民 或一部分公民定罪 并且予于处罚 他那里讲的是 一个公民或者公司 一群人 华为指控的 合理的合法依据 不是一个激进的指控 他讲 从宪法的角度来讲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作为律师 2003年 他自己曾经 做过一个辩护 而且赢了 他自己 这个人就做过一个辩护 赢了 成功推翻了 美国国会 关于子女探视权的 叫做摩根法案 所以 那这就很具有 很具有对比性了 我跟大家选择的 这篇文章的原因 也是 我看到他确实赢了 所以 华为不是乱来 你要明白 华为不是乱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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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晚舟的 孟晚舟的 那个 那个 也 类似 孟晚舟的 那个 在 在有关 这个 海关的问题上 说对 个人隐私的问题上 也是有一个 赢了的 案子 所以他花了 那么大价钱 请了那些人 那些人 有本事 就是说 他对整个 相关东西 赎 至于他合理不合理 孟晚舟合理不合理 是另外一回事 还要用法律的方式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夺回他的名望 这个名望 能不能夺回 放一边 但是 你会听起来 你会看起来 非常吻合习近平的 依法治国 依法律武器 这是习近平 给他自己 在贴金 我觉得这是关键 受强 行政机关认定 他对国家造成威胁 所以透过立法机关 透过 华为在 在法案中 被单独挑出来 那 可指控这项法案 构成的立法惩罚 这是没错的 所以 剥夺公权法案中 最有力度的 是针对个人的处罚 但公司被认为是法人 那 华为确实是正在 美国运作的公司 所以 有理由提出来 所以 他这里提的就是 人家是法学 宪法专家 人家打过这个案子 所以他讲 就是说 华为这么做 是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道理 道理真正存在 美国能够 他政府能否 能够 能够辩驳 必须说明 如果华为胜诉 必须说明 国会本不应该通过 该法案 而因其诉讼 而其属于 就剥夺公权 涉嫌违宪 那 美国政府 抗辩的理由 他 并非处罚 华为 而是 华为的产品 有弱点 会被中国政府 利用作为损坏 美国国家安全的工具 所以概念不太一样 概念不太一样 他那里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差距 这个人打赢的官司 是针对个人 那是一个子女的 子女跟一个家庭 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他现在的问题 华为站出来的问题 是有 中间有一个隔阂 就是 美国政府认定了 它的产品 认定的是 它的产品有问题 不是华为公司 不是 因为这个东西 法律这东西 就是 就像刀切豆腐似的 刀切豆腐似的 那 而 大多针对是个人 那华为公司是一个法人 但他的问题出在 不是针对法人上 是这个 是这个 安全工具产品本身上 所以问题出在这里了 他很难向法庭证明 自己的产品 不存在这样的隐患 是 这个 这个就 他就很 他确实是有这问题 而 中共的法律 我们知道 情报法 他已经改不了了 这个 这个 反 叫什么 反恐怖主义法 他也改不了了 所以 那 作为 华为公司本身来讲 他的总公司 是中国的 他跟中共政权 之间的关系 已经以法律的方式 完全拴在一起了 你怎么解释都没有 那美国法庭同样说 那你有法律在那定 你说 任正非说了 我不执行那个法律 那那法官说 你早上喝水 刚才你带不带尿布湿 那他人就会说 你是个魂球 对不对 你当然可以那么说了 这是没问题 你怎么干都成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地球上 对不对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你没看北京那还弄一个鸟巢呢 是吧 大家伙在那开奥运会 2008年在那北京奥运会 都在鸟巢里头 我记得有期节目跟大家解释 那个东西 也不是谁给它起的名字 叫鸟巢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没有 你什么叫家巧 那个北京话 那地球它是北京开 你给它弄个鸟巢 那个是说什么家巧 什么鸟 北京话什么意思 男人的小弟 你说你在奥运会是在那里开的 装的都是家巧 鸟巢吗 把所有人都骂了 共产党全骂了 全骂在里头了 所以邪了门了 谁弄的这名字 邪了门了 你看那老李宁还在里头 还飞人吧 李宁当初出名飞人的是在鞍马上 他把体操的 自由体操的动作 放在鞍马上 打炫的 那是讲说 飞人 他在里头那年龄的 拴个绳子在里头飞 你看真是只鸟 我天哪 我当时 我已经在国外 回不去了 那时候 我说 哎呦 我这真行啊 还在这么整人呢 这么整自个儿的 真行啊 这可真是 就没点儿 北京人就不跟他提提醒啊 后来想想可能旁边的北京人也都是假的 外来的都是 不知道北京土话 老爷们的土话意思 个个把自己都骂了 政府还可以辨别 法庭不能干涉美国行政机构采购商品与服务的自由 国防授权法不仅是政府的采购决定 是经过国会批准的法案 换句话说 行政立法都认可了该项法案 所以跟那个在具体概念中是完全不一样 是不太一样 把华为放在很难的位置上 如果禁用产品只是联邦政府旗下的某一个机构决定的话 那华为的胜算 以用行政法来起诉胜算高 那现在不是 行政跟立法都是共同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他不在胜负上 他在这个时间点上要出头 这时候我感觉时间点上出头 而这个时间点呢 他可以用这个case影响到 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在决定 即使孟晚舟输了 对不对 在法庭输了 法官要引渡他 但最终的决定在司法部长上 司法部长要考虑到华为在这边状告加拿大 状告美国政府所带来的宪法上的一些问题 而这个被引渡的人 当被引渡的人的被引渡国已经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 他就要考虑了 考虑到那个个人 就是他的个体就是指孟晚舟是否被引渡到美国之后 会遭受到在法庭上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可能 而在对孟晚舟今天的过堂的时候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律师在第一时间里就提到美国总统要行政干涉 要政治干预这个case 而他自己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就是有了政治因素 你看他就放 他是议题的 所以他不在这儿胜诉与否 他可能真正的目标是在阻止孟晚舟不被引渡到 影响司法部长的思考 他是整个的一盘棋 在另外一个一盘棋呢 就是会给习近平在现在开两会营造氛围 你看国内的战士兵 就是他会把这个弄得非常的非常的盛 在宣传上 就是王沪宁在他的宣传上会会形成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 而且我们不是乱来的 我们是透过法律的 外国企业由国家安全原因 美国国家剥夺公众权利 近日提起诉讼 类似很少 他说呢 此前 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公司 卡巴斯基 曾提出过类似的 2017年9月 国土安全部下令 剔除卡巴斯基的产品 这是国土安全部 国会将他禁令写入预算法案 而卡巴斯基变成该禁令相当于剥夺公民权 所以这都是有案的 那初审与上诉法庭都剥回来了 禁用该公司的产品是出于保护政府计算机不受入侵 是预防性而非惩罚性措施 所以他是错的 已经不成了 已经有了 所以很可能会败的 华为会认为是可信 对华为的指控是可信的 但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那前头有这样案子 是2017年来的 你就可想而知 围绕着华为的律师们 就是他的律师团们研究了相关的东西 按照已有的案子提出的 已经有过的案子提出的诉讼 但成功你否放一片 成功最好 不成功 没关系 给我感觉 给我的体会就是不成功 没关系 不成功它有相应的感觉 法庭不可能认为国防授权法案的反华为规定 符合惩罚性的传统认知 更倾向于是美国行政机关的选购采格 所以国家层面来讲 调节这样的举措 对华为来讲恐怕是双人箭 如果中共当局妨碍自由贸易为由 透过WTO组织跟美国斡旋的话 那是时间很长 如果中共当局将华为纳入中美贸易谈判的话 会让人们认识到华为是被中共控制的 所以它的含义就是说它会相当难的 这是只是针对这个 那人家讲的是专家 是从法律条文上拿 那我们看到这个专家 看到专家是非常熟悉这个概念 对这个案子的本身会非常熟悉 如果起诉了 如果另外一个就是两难的 起诉了美国政府官司会让美国公众对华为产品憎恨至极 华为越用力抗争 越给这些问题曝光的机会 所以对这家公司是致命 是致命 所以它将遇到了极其公关的难处 是 它下面有另外一个评价 我想在另外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是一个针对它的起诉的角度来讲 跟大家分享内容 跟大家分享内容 应该说 这节目奏谱 消息 这个新闻和消息奏谱 我还是强调一点 华为是中共的明白 是习近平中国梦的真正的原点 梦想的原点 所以打到根上了 打到根上了 因为它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很感谢朋友们 请十道喝咖啡 非常感谢 我现在还是六号 可能北京都是七号上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